那天我们不是在成都吃了180一斤的鳝鱼是吗 都觉得很贵哈 今天带你们去吃个更贵的 一斤的烧烤鳝鱼 8块钱一片 绝对的贵哈 一个这都是贵哈 这个是7块钱一片 我说成8块钱一片了哈 7块钱一片 先来鲁饰片 这是我刮了400码烤的鳝鱼 来点的一只烧烤的 必须是烫烤才有纳味 加点蒜末 这扇鱼还在吱吱冒泳 撒上灵魂的辣角面 再来一点烧烤 再次翻烤马上出炉 哇 看这边有炉酸 哇 这眼色也太那个了 这都是7块钱一片的鳝鱼哈 你们给我数到我吃了好多哈 来来来先给你分点 来 哦 整到去哈 鳝鱼哈 看了哈7块钱一根哈 哦 那两根是谁 数到哈我吃了好多 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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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嗯 好辣哦 辣吗 辣的话你少点那个海姜 那个花生面 你辣了都分点花生面 哈 我想那个辣子的舒服 哇 两个人自己爽餐了 嗯 嗯 这个辣油我讲 还用烧烤香香味油味 有点无敌哈 爽餐了 嗯 嗯 哎 这个油脂肝特别香 特别的 油饱饱的 嗯 好辣 咱就吃不下来 真假的哈 你们一定要说的哈 我今儿吃好多 嗯 三千是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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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辣 哇 嗯 哎 三一三个三个这么直接 我想真的 真是我的 我没有 你考21 啊 21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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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里面还有另外的味道 香腸了 哇 哇 香腸 哇 香腸来了 这个小香腸 我跟讲 义民的天文小香腸 他们的名牛产品 我跟讲 这个要是熬上去 一口爆浆 来 你喜欢整的 你先整 好 我把这个整到来 嗯 嗯 哎呀 我吃了没 我吃好了更好 这个感觉我留着点 还要吃了一样 非常绝的东西 一边烧烤的几大特色 包姜豆腐 生半牛肉 烤猪皮尖 这都是 我觉得哈来家的生半牛肉 真的做得好弹哦 我讲 哇 你摸看 再加上那个 哇 再加上那个结果 哎呦 蘸醋 我想要这个吃啊 让你达到人生巅峰 因为它蘸的这个醋 我想这个牛肉感觉 它本味就很好吃啊 再让这个醋 更舒服 我想想 哪个发明的那种生鲜吃吧哈 嗯 哇 还好 哇 是烤的哦 烤的啊 是烤的啊 我讲 来来来 我们两个把这儿吃哈 这个看似一份普通的红烧粉 但是它把一个普通的红烧粉 煮得了不普通 来 山鱼 这把起码有几十块的山鱼了 起码接近七十块钱 四个人可是很有的哈 我看这个你们瘦瘦的 我讲 入口气化的红烧粉 而且这个烤的不是用火锅来煮的哈 看看这个弹性 哇 真的 它一命就到了 哇 好好吃 我想 你觉得是我来 吃个最好吃最好吃的红烧粉 我想 这个烤的好吃 我讲 超好吃的 这个烤烤哈 我想几大特点 第一 是贵 第二 时间等着酒 第三 还是特别好吃 但是我绝对不跟你们说 在哪点儿 门头也不跟我们拍 哇 这个烤烤可以在我心里拍到 中国第一 你讲饭没吃啊 不是真的 真的 来来 我们两个最后一人一根 来上去拿起来 干了 好 来碰一下 好 来 祝大家 祝大家 新的快乐 哦 错了 祝你们看的快乐哈 晚上我晓得你们看的这个 觉得是 总是已经在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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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